大家早安 气象鼠已经在稍早解除了 今年第三号台风凯米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 我们从动态图上面可以看到 这个台风目前已经来到了马祖偏西方 大概200公里的陆地上 过去一段时间受到陆地破坏 因此台风的强度减弱 暴风半径也缩小了 因此过去几个小时 金门马祖也脱离了它的暴风圈 包括台湾领海也脱离了它的影响 因此气象鼠在稍早已经解除了台风警报 但我们还是要提醒 这个台风因为南侧伴随非常大的 非常宽广的外额环流 在接下来还是会影响到台湾地区 因此天气上还是比较不稳定 不过首先我们会先回顾一下 整个台风它侵袭的过程 这个台风它在7月20号的时候 从菲律宾东方海面形成 随后就逐渐的往台湾靠近 本署也在22号 23号 先后发布了海上以及陆上的台风警报 随着台风24号逐渐的接近 暴风圈也开始涵盖到了台湾的陆地 北部跟东漫步风雨明显的增强 而到了24号的下午 台风开始出现摆荡的情形 甚至在24号下午到傍晚 有往南移动的现象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台风最核心的眼墙 带来的强风豪雨也袭击了宜兰跟花莲地区 为苏澳带来了13级的阵风 而花莲也出现了14级的阵风 这个台风随后在25号的零点的时候 登陆宜兰县的南澳 强风豪雨又再次对宜兰造成了冲击 除了风比较大之外 宜兰的太平山也在这段时间出现了 累计雨量1200毫米的累计雨量 在整个警报的时间 这个台风随后通过了北部陆地之后 于4点20分进入了台湾海峡北部 不过这个台风因为伴随了非常大量 由来自于西南风带来的水气 因此整个西半部的降雨 到了25号达到了最高峰 中部跟南部 我们从累计雨量图上面可以看到 红色区域非常的广泛 这个是累计雨量超过600毫米的累计雨量区域 而且部分地区像台南高雄有部分的乡镇 出现了10雨量超过100毫米 非常剧烈的短延时强降雨 这也导致了在中部跟南部的降雨 累计雨量非常的可观 其中目前累计量最多的是 高雄的多纳林道已经超过了1800毫米了 而屏东的尾辽山也有1500毫米 这段时间台风的风也是持续的影响到我们 各沿海在25号几乎都出现了 10到11级的强阵风 尤其基隆也出现了12级的阵风 而随着台风逐渐的往福建沿岸接近 在昨天晚上7点前后登陆福建沿岸 但是暴风圈持续影响了金门马祖 也为当地带来了10到11级的阵风 而同时外围环流也持续的让台湾这边出现强降雨 除了台风逐渐的远离 我们稍早已经解除了台风警报 不过在外围环流还是持续影响到我们 从雷达回波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宽广的外围环流还是持续的影响到台湾这边的天气 尤其部分的蛮强的雷雨 雷雨包都是从台湾西南边 移入到台湾的陆地上 因此今天各地都还是短暗震雨或雷雨的天气 尤其是中部跟南部 仍然有局部性大雨或好雨发生的机会 澎湖也有局部性的好雨发生的机会 金门马祖也要留意局部大雨 我们从未来几个小时的定量降水预报上可以看到 今天白天的部分的话 各地都是有雨 其中中部跟南部还是雨比较多 容易有局部性大雨或好雨发生的可能 到了今天入夜甚至到明天 随着风向逐渐由西南风转变为偏南风 除了南部地区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花莲跟台东因为同样开始进入迎风面 也开始会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可能 所以要提醒花东地区的朋友要特别留意 降雨从今天晚上开始会逐渐的增加 因此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在今天要稍微注意的地方 凯米台风虽然已经逐渐远离 但受到外围环流影响 金门马祖今天还是会有间歇性的风势跟雨势 中南部还是要留意会有局部性大雨或好雨发生的可能 今天在离岛还是有10到13级的强震风 台湾部分的沿海还是有8到10级强震风出现 今天到明天沿海的浪都还是相当大 所以这几天建议大家不要前往山区或是海边活动 另外目前在菲律宾东方有另外一个低气压发展出来了 我们从卫生云图上面可以看到这个是台湾的位置 在菲律宾以东目前这边开始逐渐的有热带的云系 逐渐的发展 我们预期未来可能会有一个低压逐渐发展起来 而从未来的资料上显示 这个低气压发展起来之后 有机会朝西北的方向 在下个礼拜一下个礼拜二前后 接近到台湾附近的海面 本署在接下来几天会密切注意 这个低气压发展以及它的动态 也提醒民众要持续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 以上是这一节的台风的动态说明